大家好我是A夫姐 又到了我們A夫姐的喝酒實驗室囉 我好高興今天不知道我們要吃什麼呢 我愛你們小編 不要給我上很難吃的東西 這什麼東西啊 好像是我們配稀飯會吃的東西 那種 無香豆干 其實你們都會幫我放筷子 你們覺得我有什麼優雅嗎 不用 無香豆干 的無香 它又甜 然後呢其實有一種複雜的味道 可是我自己心裡默默的想 說不定白酒可以喔 我們來試試看 為什麼無香豆干這麼甜啊 這怎麼回事啊 好啦我可以講解一下我臉色沒有太難看啦 因為呢 五香豆干雖然很甜 然後它的那個五香的味道也很重 可是畢竟它還有一點鹹味在裡面 我覺得以白酒來說我覺得它是可以搭的 但是呢它還是會蓋掉白酒某鮮的一些果香的一個奔放的味道 可是喝起來是爽脆的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勉強是可以喔 但是當然沒到完美但是也可以到可能75分 好再來我再講紅酒這一個部分喔 就像我說它好顯 五香豆干還有鹹味 所以其實紅酒這方面來說也不會到喝不下去 但是香味也一樣是已經不見了 但是它的紅酒的單寧跟酒精感還是有 如果你是一個對酒精的要求 或者你喝到酒精就很高興的人呢 我覺得呢紅酒是可以的 但是它也沒有那麼完美啦 但是也不會讓我臉色太難看 小編可以啦放過你們了 我真的覺得你們準備食物已經很辛苦了 OK囉 那今天我試吃就到這裡了 我們下次見 掰掰